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说起韩国古装电视剧,最有名的应该是《大长经》了,那时韩流正盛。 李英爱饰演的《大长经》几乎家喻户晓。 通过《大长经》,海外观众对韩国宫廷生活有了一定的认识。 《大长经》里的造型是这样的,最近几年,韩流影响力明显不如以前,但是韩剧输出还是拥有大批海外观众。 有网友便发现现在的韩国古装电视剧的造型,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全变了样。 随便列举几部《韩国古装剧》大家可以和《大长经》的对比看看。 这样对比来看,面画甚大,前后几乎完全无关联。 再仔细评一评,很多网友,发现当下的韩国古装剧造型,居然和中国古装电视剧造型,越来越像。 只是在一些小小的细节地方,做了一些改动,但是反而有种,画虎不成反类权的感觉。 前不久,就汉服起源问题,中国和韩国网友在网上吵翻了天,甚至连官方都下场掀起了唇枪舌战。 这件事主要是由一个中国漫画家的插画引起。 这位名叫奥奥仙的中国漫画家,发布了两幅古风混搭的插画,遭到了韩国网友,疯狂攻击。 韩国网友,表示汉服,抄袭了韩服,嘲讽中国,偷窃韩国文化。 随着舆论升级,中韩网友纷纷开始晒出历史考据资料,作为证据。 众所周知,李氏朝鲜是大明蜀国,衣冠制度上是要遵循华制。 明朝灭亡后,清政府并未要求朝鲜替发义服,所以朝鲜人保留着明治衣冠,直到大韩帝国时期,到底谁是起源,不言而喻。 但是,面对赤裸裸的事实,韩国网友,始终不予承认,反而疯狂辱骂,中国网友,这场关于历史文化的争议,到现在都还未平息。 现实中,韩服来源于《大明朝》影视剧中,韩剧古装造型,又越加中国化,到底是谁的,对自己国家的文化,不自信呢? 曾经我们不断引进韩国影视剧,现在我们中国的影视作品,不断被引入韩国。 中国明星在韩国的知名度,也越来越高,这足以可见中国文化输出,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。 文化信心,不断增强,也许正是因为,越来越多的文化输出,所以对韩国影视创作,产生了影响,进而表现在了,造型等方面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